从林鼎公园第一停车场的打卡艺术装置 牛领窟散步步道木炭窑 车城保力社区透过周边绿美化计划 场域再往山下延伸 打造了黑石头文化园区及六大农业区 丰富多元的自然及文化景观 提供了社区居民运动散步休闲场域 都在北部工作 然后近几年当人保力 然后就有一个林鼎自然公园 这个地方散步是最棒的 无关是在时来或是在暴时来 下午站在我们上面的一个叫交易厅的地方 在那看日落也是很美 也是无数我们的关山 所以说回来这里 就有一个家庭好的地方 让我本身人能来做运动以外散步以外 就不用做运动什么的 大家走一圈就消耗很多热量了 长年居住在北部 这几年才返乡定居的居民说 林鼎公园变得更美了 没回到这运动散步 吸收大自然的能量 心旷神移 而且园区内还建置了木炭窑 黑石头传说及六大农业区等设施 呈现保力鲜明早期生活场景 勾起他们许多小时候的记忆 社区也期望分享保力社区的自然美景及文化 进化将林鼎公园做串联 规划小旅行 在林鼎公园 我们现在在第二停车场 黑石头文化园区 然后一直到六大农业区的 这个周边绿美化完成之后 希望在我们未来的游城里面 可以把林鼎公园的导览 延伸到黑石头文化园区 然后一直再延伸到六大农业区 一直到第二停车场做整个串联 把林鼎公园打造成林鼎公园园区 让导览更丰富 以前早期的一个农民的一个公司 在做一个成全这样 保力社区看准林鼎公园自然环境的优势 积极争取计划 逐步改善周边环境 建造具有保力文化的景观设施 除了为居民增添休闲场域之外 也期望发展深度小旅行 促进保力观光产业 邀请游客造访社区 认识客家文化 记者是新亭张祝豪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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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